武漢的這個肺炎傳染出來之後 到亞洲以及全世界國家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這些陸出境的這些遊客以及旅客 以及我們回來的這樣的一個台商的人數 我們大概可以預估 這是我們的預估 在武漢的這個回來7500多個人裡面 我們可以推估目前經過我們台灣的發燒篩檢過例之後 因為當時武漢發生的時候 他的發燒佔了78% 有22%的人是不發燒的 所以這一群人就是如果根據發燒的定義來做篩檢 那麼是很可能是潛在我們沒有辦法找到的人 目前也有可能潛在台灣的各地 那以武漢來推估呢 目前大概有111名的潛在感染者是在台灣 所以這些就是今天我們可能在下一波 我們要去做接觸史調查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到底有多少量有多少的人我們需要去做 那根據這個推估 如果按照剛才亞洲已經變成是爆發流行的社區的推估 從一級到三級所進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的一個路徑 現在目前的社區 那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我們很擔心會爆發社區流行感染的可能 當然今天如果我們把防疫的警戒線拉高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也看到CDC有可能在未來採取對於 衛民的這些有症狀的包括咳嗽這些採取篩檢的措施 採取這個快篩 那麼這些感染的個案自然就會減少 就會減少 那這些東西呢就是我們在整個防疫警戒線 在布線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參與那個所謂的防疫的界線裡面 提供防疫的物資人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參考